我们来关注国际各大报新闻焦点 来看到国际纽约时报 非洲妇女往往因为贫穷以及知识不足 或是怕留下一些污名 她们让乳房已经肿到快要爆裂了 才来就医 那发现时已经往往是乳丸莫及了 那在发展中国家呢 虐急或是艾滋病 这些传染疾病比较受到重视 而癌症长期以来却不断地被忽视 那在美国乳癌患者约20%会死亡 但是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 却有高达40%到60%的患者会因此送命 那因此两年前呢 联合国就开始了 协助这些国家来对抗非传染性疾病 像是癌症 糖尿病 还有心脏病等等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英国的卫报 英国政府还有其他的情报机构 他们疑似在没有国会同意的情况下 正进行大规模的监听计划 英国的通讯数据法案的草案呢 让英国政府可以透过网路 还有电信公司得到使用者的活动资料 但是呢副首相尼克布朗 却收回了他对这个草案的支持 因为他在审查时发现 这个法案的第一部分 和被史诺登给公开的 政府通信总部的时代计划 有不寻常的相似性 所以布朗就怀疑说 通信总部是不是早就在 未经国会同意下就执行了这个草案 以上是今天的多头条 看世界